那年今日的堂枝 我在剧组吃到了老王的酱牛肉 在这之前贾料屋是这么说的 就是妈妈会制作一些远道而来的成熟的 下半神器给他们寄过来 当时贾料屋并没有说具体寄的是什么 直到站站自己亲口说的 妈妈排酱牛肉 来家的 捋一捋时间线就会发现 这两年你真的没少吃 吃过最好的食物是什么 妈妈带的酱牛肉 长空剧组需要增计了 又再次请出了妈妈的酱牛肉 导演今天的天真不错 老王对酱牛肉自己做的 站站妈妈的酱牛肉为什么要害羞呢 但是看到站着这个害羞的样子 我又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酱牛肉 它到底是哪个妈妈寄过来的呢 有的人说像是重庆的做法 也有人说好像全国的都一样吧 我的天哪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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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